哈喽大家好我是肚子鸭 各位新年过得怎么样 是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还是响应政策原地留守了呢 总之不管是在哪过年 肚肚在这先祝大家 新年快乐来年啥都顺利啊 新年过年不是正好赶上了 咱们国家的盛大赛事冬奥会吗 王者也出了哪吒的滑雪皮肤 三太子手中的武器变成了雪仗 脚下的风火轮变成了风雪轮 本来是魂天灵的地方 多出了两个举着运动相机的小家伙雪米 哦这就有意思了 以前每次看这种极限运动的视频 我都会心想摄影师牛逼 好家伙 现在我是都明白了 这铁是人手一个雪米 希望也能给我整个雪米 别的什么也不用干 只需要天天拍肚肚的帅账 亲皮肤技能的呈现上 也融入了很多冰雪元素 比如被 所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难度动作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实现不可实现动作之人 好家伙五圈半这是什么概念 换成我转五圈 我估计都能把年夜饭吐出来 在哪吒新皮肤的人物故事里 你能看到这些关键词 自幼喜爱滑雪 天才高难度动作 哎 这不就是古爱玲吗 第一次在电视上看到古爱玲的时候 还以为哪个动画里的女主跑出来了 又美又强就算了 滑雪场上金牌还拿到手软 更不用说人家是现实中的学霸 特长多到一口气数不完 这啥概念 就网络爽门的作者 恐怕都不敢写个这么完美的角色 不过我认为 在他所谓开挂的人生的背后 我们更该看到的是 他的自律勇敢 以及他一直想传达的奥林匹克精神 那奥林匹克精神是什么呢 是古爱玲说希望能鼓励更多女孩 和青少年打破界限 不被社会教条刻板印象所束缚的勇气 是哪吒反抗父权 对抗既定规则的不认免 是到奥林匹斯山上 世世代代的神火燃烧时 人类像命运的炫耀 不屈的表达 更是你和我 每一个努力生活 自强不息的中华儿女 心中的坚持与大喊 好了 那么本期话捞怪物 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 给大家拜个年 年都拜了 不给两个币 怕是不合适吧 那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们 还请不忘记三连关注度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